为了让传统文化融入孩子的生活当中 人文学校亲自搬引队 在市与古迹区特安排了一趟龙山堂寻分之旅 让孩子与父母们更深入地了解宗室家庙 寄冠于堂浩 我们发现这一代的家长 给孩子们的教育中 已经渐渐遗忘了把祖先的优良的精神 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给我们的现代 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传统 如果没有再继续下去 我们真的会到了某一个时候就是断层了 宗池寺庙的文化 让家长及孩子们了解到祖先辛苦地从中国南下 到这个土地拓荒的精神 感受到就是它的建筑的风格很独特 然后它有超过百多年的历史 认识这些传统的 然后认识他们的这些以前人的精神 建造这么堂皇的宗池 穿梭在大街小巷 边走边体验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乐趣 增进家长与孩子们之间的情感交流 参加这个持有亲子活动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跟我们的孩子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祖先的来源 跟一些关于我们的老祖宗的故事 进行了三个小时一趟具有中华文化的寻根之旅 家长及孩子们分主互相分享 所以从中给孩子了解到 原来他的姓氏来自他的庞告 就是他自身的 大海新闻 马来西亚冰城真相女志工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